好的,同学们好 那我们关于出场的第一种方式 止损 它的一个设置逻辑呢,已经给大家讲清楚 那我们接着来看 出场的第二种方式,就是止盈 对吧,止盈 那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 进场它是可以追求完美的 比如说爆点,爆点它在理论上 它是一种完美,对吧 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 它也是很难每次都做到的 对不对,所以呢 在理论上呢,它是可以追求完美的 进场,但是呢,在实际当中呢 它也是很难很难做到的 对吧,但是止盈呢 它没有完美,那止盈什么叫完美 止盈它是没有完美的 这个是需要我们清晰的 能够认知这道理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呀 它止盈的时候啊,止盈早了 走早了也很痛苦 对吧,走晚了也很痛苦 对吧,就一直在追求什么 中间这个完美的刚刚好 但实际上我们市场当中呢 它是不存在止盈方面的完美 不存在止盈方面的刚刚好 因为它都是什么 盘面它一直在变化 对不对,那比如说 最开始这个单子,对吧 你从这里做进去之后 你从这里出来了,对吧 市场呢,确实回撤了 所以呢,在这个回撤 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你去看,这个止盈点 很完美了,对不对 你就是出在最高点了嘛 你很完美,对不对 这个时候内心可能就很高兴 但是呢,盘面又走走走走走 它后面可能又这样了,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你又很痛苦 对吧,因为你这个走走了嘛 所以呢 这个当初你觉得的完美 到现在呢,它就变得非常不完美 对不对 然后呢 比如说有一些同学,对吧 在这里的时候,他扛了扛 对吧,扛到了这里 然后呢,后面是这么大的一个回撤 然后在这个回撤到这儿的时候呢 他会觉得这次 这个出场太完美了 对吧 又走出在了最高点 然后比这波同学呢 还要强 对吧 还要强 但是呢,后面呢 可能市场它又走出这样子 对不对 那这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更好吗 所以说呢 我们市场当中啊 它是没有完美 没有完美 如果说你永远盯着这个市场盘面去 评估你的止盈 那这个时候呢 你天天就在吐血 对吧 天天就在吐血 所以呢 我之前给大家讲道股 我们交易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境界 就是盯着我们的资金曲线去评估 对吧 资金曲线就是你只赢出来了 它不都是好的吗 对不对 只赢出了 你只赢出来了 就你赚钱出来了 它资金曲线 它都是往上抬头的 对吧 那你看的这个资金曲线不是挺好 对不对 那无非就是说 这个你赚多一点和赚少一点 那反正赚多赚少都是赚 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不是就很好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盯着我们的盘面去看 对吧 那它永远就没有完美的时候 对吧 永远没有完美的时候 那就天天在气的吐血 对吧 天天在气的吐血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同学们需要重点去理解它 就是说我进场方面可以去追求完美 所以你在爆点这块 你可以是去精益求精的 但是止盈这一款的没有完美 止盈这一款的没有完美 所以呢 我们止盈的方式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止盈的方式 那止盈的方式呢 分为主动止盈 还有被动止盈 什么叫主动止盈呢 主动止盈就第一个 就是说系统逻辑止盈 就是符合系统的逻辑止盈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这一套 这个日线大波段系统 对吧 日线大波段系统 它的一个系统逻辑就是什么 就是我做的是一个日线大波段 对吧 所以呢 你需要规避什么 日线级别上 日线这个图表上的 这个回撤或者整当 对吧 回撤或者整当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只要说你这个单子一进去之后 它走走走走 走到这个位置 对吧 如果只要就是说你自己 梳理当下的这个逻辑 你认为接下来它大概率要回撤了 或者说要整当了 对吧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出场 对不对 止盈 就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他哪怕他事后 他说他没有走出你想象当中的回撤和整当 他直接上去 对吧 你也没有错 你也没有错 因为根据你自己的能力 对吧 你对当下这个逻辑的梳理 你判断它 它就是要什么 又回撤或者整当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时候只赢了 你是完全符合什么 你这一套日线大波段系统的逻辑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哪怕他后面又走出了很长的一段 没有关系 我们就赚这么一点钱 对不对 我们就赚这么一点钱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指引方式呢 是完全正确 对不对 完全正确 然后呢 为什么称它是一个主动指引 就是我主动去平仓 对不对 我主动去平仓 所以这个就称它是一个主动指引 然后呢 第二种呢 比如说到了目标位 对吧 到了目标位 你比如说这个单子 你坐进去的时候 你的目标位 你本来就有一个目标位 你比如说这 对吧 它是一个墙点 你之前判断 这是个墙点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把单子坐进去 对吧 你的目标位 大概就在这个墙点附近 对吧 因为到了墙点之后 你对它的一个逻辑推理是什么 就是说到了一个墙点之后 它大概率可能会回撤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墙点 对不对 它大概率就是会回撤 或者说在这里会整到 所以呢 这个空间呢 又够 对吧 这个盈利空间呢 又够 所以呢 当时这个单子 你坐进去的时候呢 你的目标位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对吧 那到了这个位置 到了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直接什么 啪啪一下 把它指引掉 这也是你的主动行为 对不对 你的主动行为 所以呢 这种指引方式呢 也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什么 顺应我们的人性 对吧 它是顺应我们的人性 赚够了 也是 对吧 你持参过程当中啊 你这个 当下呢 你已经赚了很多了 对吧 你的福音已经很大了 你觉得这个利润 这个单子利润 我赚的已经足够了 对吧 足够了 那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平常 对吧 你也可以主动去指引 因为不仅仅是什么 你这个福音大了 你会睡不着觉 这个福音大了 你也会睡不着觉 我不知道同学们 有没有这种体会 反正我是体会过 在扛呆的过程当中 对吧 这个单子 它是一个福音状态 你扛呆的时候 就很难受 对吧 特别难受 吃不好 睡不着的 但是当这个单子 你盈利过大的时候 也是一样 知道吗 也是很难受 因为生怕什么 这么大的福音呢 它稍微回调一点点 整天就想着 万一它这个时候 要大幅回车怎么办 对吧 所以呢 也是担惊受怕的 也是吃不好 睡不着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顺利人性 对吧 很多时候交易的时候 已经有够多 逆人性的操作 所以呢 在指引这一块呢 我们尽量什么 尽量不要让自己的人性 那么痛苦 更多的可以去胜 更多的可以去顺人性的 一些做 所以呢 你赚够了 对 你觉得目前这个赚够了 对吧 哪怕到后面再涨 对吧 也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反正目前这个时候 我已经赚够了 你也可以注重平仓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主力资金跑 就是说你去观察 聪明资金的这个轨迹 对吧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 就是说比如说 连羊上去 对吧 连羊上去 连羊上去的 它其实既符合 这个赚够了 对吧 也符合这个 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 你看到 通过量仓分析 你看到这个 聪明资金 这个大幅减仓 对吧 在跑路了 所以这个时候 哪怕是在一个阳线上 哪怕是在一个阳线上 你也可以主动指 也可以主动指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往往都是什么 大资金的走 大资金 一般都是在阳线上平仓 就是我做多单的话 一般都是在阳线上平仓 因为到了一个阴线上平仓的话 容易发生踩踏 自己平仓 把这个价位打得乱把其招的 这个时候呢 会发生这种大幅的这种踩踏和回踩和滑点 所以呢 在阴线上大资金 我说的是大资金 大资金在阴线上平仓是很吃亏的 是很吃亏的 所以说大资金绝大部分情况 它都是什么 都是主动指引 一般都是在阳线上指引 一般都是在阳线上指引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跟着大资金跑 对吧 大资金跑了 我们也可以跑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是我的主动指引 那什么叫被动指引呢 被动指引呢 它的一种判断标准 就是跌破强点 我们就可以被动指引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啊 这个单子 从这里进去之后 对吧 到了这儿 到了这儿之后呢 你也没觉得它会回调 对吧 或者说你会觉得 嗯 这个回调你是稍微回调一下 你还是能够扛得住的 对吧 但实际上呢 它可能就是回调 对不对 它就发生了回 你出乎意外的回调 对吧 当你回过头来的时候呢 它可能已经在这个地方 对吧 已经回调了一波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要傻乎乎的 在这个地板上去品仓了 你明白吗 想想一下这个的 这里面的逻辑 你知道吗 你是在这个位置进场的 对吧 拿了这一波利润 对不对 回撤 回撤是不是很正常 对于一个趋势的一个行进路径来说 回撤是不是很正常 对不对 所以回撤它是很正常 对吧 然后呢 有大把的资金什么 在前面踏空的 或者说前面这个聪明资金 在这个高点 对吧 比你聪明一点点 对吧 你在这个高点 你没有识别到 它会回撤 但是呢 有聪明资金 能够识别到 它这里已经发生回撤 所以他们已经在这边 平仓的这个单子 对不对 这些钱出来之后 它会干嘛呀 你想象一下 这些钱出来之后 它会干嘛呀 它不就是等着机会 从这个点再进去 对不对 等着机会 在这个点再进去 所以说 你一旦到了这个位置 你就不要傻乎乎的 砍在地板上了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 就会发现 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吧 在这边 我说不了了 对吧 回车这么大 我说不了了 开一砍仓 当你这个仓一砍完之后呢 价格就上去 对不对 价格就上 价格就上去 原因就是什么 就之前踏空的 包括在高点 走路的 跑路的这波资金 它都等着一个 绝佳的一个路长点 再次把它那个仓位给接回了 对吧 再次把这个筹码接回了 然后呢 他们接是接 通过什么方式来接 就是通过什么 这波回车当初 扛不住的这部分人啊 对吧 扛不住的这部分人 主动的把筹码去丢给他们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去当这个傻瓜 知道吗 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绝对不要什么 主动去平仓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扛着 知道吗 一定要扛着 直到是聪明资金 把这个仓位接回来 然后呢 你继续去创 继续往上走 但是呢 它肯定也有个标准 对吧 扛你扛到什么份上 就扛到我们这个强点 知道吗 就是这边一个强点 这边是我们这个强点 如果这个强点也跌破了 那这个点就是我们的被动指引点 被动指引点 所以呢 这是一个 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对吧 那我们优先选择呢 是主动指引 然后呢 如果主动指引这一块 你没有做到 对吧 你后知后觉 对吧 你当时没有觉得它会回调 但是呢 真正回调发生了 你没有反应过来 那这个时候呢 不用主动再去跑 就需要用什么 用我的被动指引 被动指引 所以呢 这是我们的指引方式 这是我们指引方式 那指引这块的逻辑线套 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跟我们进场一样 指引的时候 你不要老是盯着三分钟 知道吗 那完蛋了 知道吗 你日线大波段的指引 你盯着三分钟看 那完蛋了 哪怕盯着三十分钟看 那也完蛋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三十分钟上的这一种 来个下跌波段 不是很正常 对不对 在你这个日线波段 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三十分钟 来一个下跌波段 是非常正常 如果说你盯着三十分钟 或者三分钟去看 你整天就吓死 知道吗 你这个单子 绝对是拿不住的 所以呢 日线这个级别 日线大波段的指引 必来也是什么 先看日线图表 知道吗 只有在日线图表上 符合了你的系统指引逻辑 对吧 包括是主动指引 还是被动指引 符合你这个指引的逻辑 然后呢 你可以去小周期上 找一个什么 相对来说 更好的一个指引点 这就是我们这个 指引的逻辑 指引的逻辑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之前的这个单子呢 你看这些铁矿 铁矿这个单子呢 它是平推的 对吧 那平推呢 不属于指引 对吧 它呢 这个呢 也都不属于被动指引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铁矿这个单子呢 我当时的指引逻辑都讲过 对吧 指引逻辑讲过 本来做的是个反弹 但是呢 它一直没有机会 对吧 连个回撤都没有 所以呢 到了那天的时候 出了一个阴线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日线逻辑上有了 所以呢 在这个小周期里面 找一个更好的点 就出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后面两个呢 都是平推 所以呢 这边的没有 更好的一些实力 没有更好的一些实力 那指引的逻辑就是这样 以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例子 来给大家讲解